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心经实际上就是叫我们要转世成智 把你的所有的五蕴全部转成一个智慧 就是我们说般若 所以如果你看穿了五蕴之后 你就有智慧了 所以叫转世成智 那么行生波罗波罗密多时的时 什么意思 因为时这个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都要行生般若 也就是说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还是未来 你都要学大成佛法的生波罗 就是最深的智慧 听得懂吗 在金刚经里面有没有讲啊 这个时间虽然是波罗波罗密多时 在这个时间实际上这个时间可以指过去也可以指现在也可以指未来的空间 也可以指三位空间四位空间都可以指 但是这个时间在金刚经里面有讲过吗 过去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未来也不可得 那么也就是说我今天在学智慧当中 我就要明白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得 接下去 菩萨为什么特别幸福 为什么叫西方极乐世界 菩萨的心都是一样的 你看看如果你们今天念经的人 每个人心都是很善良 你们是不是相处的会非常开心啊 所以菩萨的心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人这么可怜 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 就是说人的心他每个人一个心 一千个人千人心 一万个人万人心 所以你想想看每个人都想自己的事情 你怎么可能幸福 菩萨的心都是一样 慈悲 他们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 所以菩萨都有智慧都是这个心 如果你们今天都是学博人 今天你们都去做善事 一心一意 都去帮助别人 没有自私的心 你说你们如果相互之间没有自私的心 你们是不是会活得很快乐 是不是会相互帮助 那么你们现在的烦恼是什么来的 就是每个人想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你们不是一心一意 所以你们不能得到如来真地 那么菩萨为什么在天上这么快乐啊 因为你想什么我也想什么 你想帮人我也想帮人 你对别人好我也对别人好 你想对他好好的 这个菩萨也对你好好的 你说会有烦恼不拉 你们这里呢 人家对你太好了也怀疑了 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对不对啊 人就是整天动小脑筋的 那菩萨呢就是真心对人 你今天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也是心是一样 想的是一样做的是一样 所以菩萨跟菩萨开心呀 观世音菩萨跟大家都是好 所以为什么你们求菩萨会灵会不灵啊 你只要有善心有慈悲心 你求观世音菩萨你就灵 你今天求菩萨不灵 就是因为你还没有跟菩萨一心一意 没有心佛合一 所以你求菩萨不灵 因为你没有感动他的心 我们忘心太重 所以一百个人两百个人一千个人都有忘心 所以大家要明白照见五印皆空 就是说未来的菩萨 他是一定是照见五印皆空 那过去的菩萨他也是能够照见五印皆空 菩萨都能照见五印皆空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学博人也要照见五印皆空呢 因为我们要学菩萨所走过的路 所以我们必须看穿人间的一切烦恼 看穿你的想 我举个例子 这时候想行事 我拿个想出来 你们越想越害怕 最后人家告诉你 不要害怕 没事的 你是不是放下了 你刚刚想过的事情不就没了吗 所以菩萨就告诉你 你们想也好 色受想行事 全部都是想的时候有 想过了就没有 所以是不是到最后都是空的 空的就是没有 那么把心经在浓缩成一个字 实际上就是照 照就是观照 照就是什么 寻找观照 你比方说你孩子要照顾 你比方说你孩子要照顾吗 为什么心经里面要照啊 就是观照你的心呀 把你的心好好的观照 你就不会心出毛病了 你的整个人生出毛病是因为你的心出毛病 所以金刚经也好 所以金刚经也好 心经也好 最后讲的就是你要照看好你的心 不要让他出差错 所以照见五应皆空 然后你要照啊 关照自己啊 管住自己也叫照啊 管住自己不要照孽啊 管住自己不要去贪啊 撑啊 吃啊 慢啊 医啊 就是观照啊 好好的照住你自己啊 你们现在身体要不要照了 吃了太多了 会不会肠胃出毛病了 恨了太多 是不是肝肠蠢断了 你们天天管住你们自己 你就不会出差错 你天天管住你们 照看好你们自己脚下的路 照看好你们的心 不要让他去贪 看佛法 学佛法也是照 观照好自己 你就成功了 所以讲到底 这个心经到最后就是个照 照见五应皆空的照 照到最后你能不能到彼岸了 到精进 你说精进可以的呀 精进到最后 你没有观照 你只有精进 你走错路了呢 你忍辱 忍到后来憋不住了呢 出毛病了呢 脑子出毛病了呢 照是什么意思啊 哎 就是照看好 有没有出差错啊 有没有精进啊 有没有忍辱啊 我都可以照 所以照见 要彻底的明白 照见 五应都是空的 那你这个人 离空得乐 每个孩子都要乖一点 你们生一点气 就是在伤一点自己的命 你们每天开点智慧 你们就在延续你们的生命 你们每一天想得通能够照见 就是看穿 五蕴 都是空的 你们就长命百岁了 你告诉我人可怜不可怜了 有几个人看着穿的了 这是我的 那是我的 我要面子 你们有什么 要什么面子 你们一辈子有过多少面子 没了 你们一辈子没有过多少面子 也没了 要什么面子了 活着就好好念经 好好地越过自己人生的障碍 好好地克服自己 人最傻的就不停地在伤害自己 你们要学会不要去伤害自己 自己才活得长啊 你们天天在伤害自己 你们能活几天啊 天天生气 气得么头发白了 皱纹来了 口干舌燥 心脏乱跳 想通了 不要去反了 有什么好反了 缘分嘛 一切都是缘分嘛 整天那么板个脸 就看出你的一生 就是苦到今天 你们今天那个脸 还板着笑不出来的人 就说你苦到今天了 苦得来都笑不出来了 我希望你们开心大笑 开心大笑的人 真的想通了 放下了 笑不出来的人 这是师父讲的都对 我都明白 我想开心 开心不出来 就是还想不通啊 有什么想不通啊 记住一句话 车道三千必有路 对不对啊 学博了你还怕什么 你没学博应该怕 我告诉你 走在马路上都怕 掉个花盆下来把你砸了 你现在学博你怕什么 我告诉你 没有烦恼 不要去想 越想越烦 越烦越要想 人就这个毛病 想什么啊 想到后来没神经病啊 神经病嘛就是想出来的呀 神经病怎么来的啊 不就想出来了 想不通呀 一直想不通到最后呢 这个一切都是缘分的 缘分过了嘛就没了 没了嘛 有新的缘分来了呀 对不对啦 观世音部长天天在照看着我 好好修心 开开心心 不烦恼 什么都想得通 有些老妈妈 一生啊 她吃了很多苦啊 到了晚间她修心之后 我问她 老妈妈 你过去什么的 哎呀过去的 不要坦了 过去不修心 什么都不懂 现在我想明白了 我一点都不烦恼 要调节的 要照见五应皆空啊 天天念心经啊 心经每一个字 你们都要好好念 心经每一个字 都是这么有智慧 明白了吗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还叫你们搞不清楚啊 就是轮回呀 有的会没有 没有了又会有 就叫你们想开啊 没有的东西会有的 有的东西又会没了 你知道这件东西会没有了 你还会难过吗 你知道这些东西没有了 以后也会有 你又不难过了吧 这不是智慧呀 听懂了吗 好好修心啊 菩萨跟菩萨嘛 就是每个人都慈悲心呀 所以他们没矛盾呀 在天上也是的 你想什么 我也想什么 所以你说一对夫妻 老婆想什么 老公也想什么 会吵架啊 这菩萨就是的 菩萨想什么 那个菩萨也是想什么 大家一心一意的 全部都是佛心呀 我们人呢 你想你的 他想他的 一万个人 想一万个人 你说怎么能够凑在一起呀 人心就是不古 就搞来搞去呀 所以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了呀 有的时候 你想想看 你要说动一个人 他怎么可能被你 马上就能够改变他的观点 不可能的 所以要慢慢的做些工作 大家都想菩萨所想 做菩萨所做的事情 那你跟他一定合得长 那你跟他一定合得长 一定好得长的呀 像你们这些孩子 因为我跟你们都在学菩萨 我学的菩萨 跟你们学的菩萨一样 你想想看 你们以后跟我一定好的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